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好的一天 又从当儿就开始了 你晚上看电话吗 看电话吗 看了 我看了八点了 这好香啊 买了两瓶 就找到了一瓶 我忘记这个叫什么名字 我看一下 叫修丽可 色修精华迷雾 只要喷三下其实就可以了 又是个全阴雾 是的 而且这款的话挺适合 就是像我们这种皮肤比较敏感的这种呢 特别适合 我每次跟我的化妆老师一起化妆 我就感觉在学在上化妆课 困得要面 今天对台的四点 就到四点 那个霜它也是修复的 就是专门就是修复一下那种皮肤 叫这种薄的地方 我买了两瓶 就是它不是油腻的 这一块 全英文 算了也不知道 嗯 没自己看吧 是我知道 就每次都用这是什么眼不大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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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上一下底妆 底妆 底妆 是薄薄的 嗯 今天带妆时间太长了 我们早上的时候就薄一点 对 其实我化妆老师跟我是一个性格的人 都是性格也是偏比较急的那一类 我们俩做事就非常有效率 而且也有强迫症的好吧 对对对就是 对强迫症 最近出去穿长袖还是 是 裙儿 大家以后去游乐园千万不要穿那种 是 那种沙制的裙子了 就是会玩不开 太轻了 对 嗯嗯 一阵风过来它就 飞起来了 嗯 什么气垫啊 刚回家的气垫 就是这个粉波要稍微打湿一点 对 会更浮贫是吧 对的 但我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色号是吧 都没有 零深深深 这两个妆 这款的话就是比较轻薄 轻透啊 像这种喜欢化轻薄的妆 都不适合 而且控油特别的好 这个轻薄 这个什么呢 这个自然什么 对对对 这会比较自然 我看到众多艺人家都在吃饱饭 对 对 这是我之前经常用的搭地 颜色是吧 第一个 嗯 用这个颜色 用搭地 现在是用稍微深一点的颜色 深橘一点 你看我跟你说道理其实我都懂 我就是自己用化 新出来的这一款 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这个夏天 就是真的会很好用才会安利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粉质 特别的重要 就是好不好用 就是你一刷子蘸上去 它的上色 它的粉质掉不掉回来 只一眼就看得出 今天画的是红毯状 然后呢红毯的灯光一般 就是比较直感 亮片会比较适合 这个真的很厉害 它就一根 因为我的睫毛本身 你看这是我自己的睫毛 就已经比较那个比较密 然后比较长了 然后我如果再加那种就是 普通的假睫毛 就是它是好几次的那种 就很容易就乱 要输很久 最近的活动十次了吧 对 基本上用的都是这一款睫毛 超级干净根根分明 这个是正常的大小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小的 可以夹局部 中间或者是尾部 很好用 再填完睫毛 画了下眼影 下眼影是加深的 对我们下眼影 线条把稍微深一点 这个这个颜色 但是我一般用浓密的 就是不用纤长的 我的化妆老师 因为经常帮我化妆 本来之前用 bling bling bling的东西 没有这么多 然后日积月累 全是那种 沙啊沙啊 眼影也是沙啊 然后买了很多那种钻 以前的眼影也都是 稍微大地色偏多一点 这个好亮啊 它是珠光吗 这个珠光确实不错 这个也没有什么色号什么 没有 就只有一个英文字 今天不是少女的 今天要走郁姐房 眼眶和眼眶都ok了 然后再最后加一点亮亮 就好了 妆粉比较喜欢皮肤白一点 这它本身是个高光是吗 不 它本身是个粉饼 但是像白天的时候 不需要做光 所以说我们采用牙光的 会比较好 橘色吧 对 妆就化完了 然后现在做头发了